香港的放近節目 除了逛街吃飯看電影 還可以做些什麼? 其實香港的市區 都收藏了不少有趣的景點 讓我們去發掘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到觀塘 看看有什麼可以看 有什麼可以拍呢 在觀塘的成葉街 就有一幅接近400米的童鴉牆 而整幅童鴉 其實是講一個冒險故事 故事由見到這個神秘人 就開始了 拍完這麼多照片 相信都會肚餓 而觀塘其實有不少自家小店 今次就選了這間貓貓咖啡 聊天喝咖啡之餘 還可以給貓玩 捱啦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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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渡輪分為上下兩層 如果想看風景的話 當然坐上層比較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刪完步休息完 當然要治下肚子 以素家而聞名的泰安流 絕對是必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妨多些圈圈圈 就來看看有什麼新奇好玩 下次見